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00112质问 医生说问题不大 不过可能养上一年半载 你手下的人下手也太狠了 是不是那小子暗地里搞事情 叶子昂问 你让薛青山问薛红云是怎么回事 他自己心里有数 我已经把相关资料整理好传给薛家老太爷了 如果薛红云再这样下去 我保证薛老太爷一世英明 都要毁在他的手上 叶浩轩道 到底什么事情 叶子昂诧异地问道 具体你别问了 我已经把这件事情给薛老太爷说了 他心里有数 不要理会薛家的人就是了 告诉薛青山四个字 自作自受 好的 我知道了 叶子昂点点头 挂断了电话 京城疗养院 叶家老太爷的居所里 气氛有些凝重 薛青山以及搭拉这一条手臂的薛红云 坐在叶老太爷家里 一个个阴沉着脸 叶子昂打完了电话 回来道 太爷爷 事情已经问清楚了 你哥怎么说 叶老太爷不嫌不淡地问道 他清楚 叶浩轩的性子 如果不是被惹毛了 是不会下这样的纵手的 之前的杨锐明被教训的老实了 现在轮到薛红云了 叶老太爷 你的孙子下手也太重了吧 之前的事情 我们薛家已经不跟他计较了 可他似乎有些得寸进尺啊 我们薛家的人 也不是怕事的人 如果这件事情 叶老太爷不给我们薛家一个交代的话 我不介意闹一番 薛青山脸色铁青地说 说说你哥怎么说的 叶老太爷问 我哥说 薛红云这一次 完全是自作自受 叶子昂说出了一句 几乎把薛青山肺都气炸的话 岂有此理 叶老太爷 大家都是京城圈子里的人 虽然平时有些见系 但抬头不见低头见 于情于理 叶浩轩也不能下这样的纵手 可你看他的态度 这叫什么态度 红云手臂被吠 难道就是活该吗 我哥说了 他已经把事情的原委 向薛家老太爷说了 如果有问题 请回去问薛老太爷 而且 他让我转告你们 薛老太爷一世英明 可千万别毁在某些不孝子孙的手里 叶子昂边说边瞟了薛红云一眼 你 叶老太爷 你这孙子 是不是该管教管教了 薛青山脸色铁青的喝道 他好歹也是薛家的堂堂家主好不好 叶浩轩和叶子昂这两个小辈 也敢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 他既然敢这样说 那就一定有他这样做的道理 我想你该回去问问老薛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跟老薛一辈子的交情 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人 是不是 红云这一次做事 有些过分了 薛老太爷淡淡的说 薛青山满脸怒气 却又不能发作 这叶家老太爷是名利偏袒 这自己的孙子 可是偏偏他又无话可说 老太爷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我就偏袒他们了 你怎么样 而且叶老太爷丝毫没有给薛青山台阶下的意思 薛青山憋得满脸通红 好在这个时候 薛老太爷的警卫一路小跑了过来 家主 薛老太爷说 这件事情错在薛少爷 命令你们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 而且薛少自今天开始 不得踏出薛家半步 如果有违抗 他会打断他的腿 警卫把薛老太爷的话一字不漏地传给了两人 薛红云的脸瞬间白了 他跟叶浩轩玩 如果叶浩轩没证据的话 不能把他怎么样 但是事情传到薛老太爷那里 性质就不一样了 相信薛老太爷已经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就算是没有证据 他做的破事 完全能让老人家震怒了 走 薛青山看薛红云的表情 已经知道事情的过错 并不在叶家 他只得恨恨地盯了一眼薛红云 然后起身有些灰溜溜地离开 许彤彤的伤虽然是贯穿伤 但好在有叶浩轩这一身逆天的医术在 所以 他的伤口并不严重 痒了几天 伤口已经愈合 只是右手手臂仍然有些酸麻 这几天 叶浩轩一直陪着许彤彤 长记的事情也暂时由他接手 吃完叶浩轩亲手做的药膳 许彤彤把手中的碗 放到了一边 叶浩轩拿到厨房洗干净 然后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他细心的样子 让许彤彤感觉很甜蜜 他甚至愿意自己就这样一直病下去 叶浩轩看了看他受伤的地方 只见肌肤已经愈合 他笑道 问题不大 伤口已经愈合了 多休息 几天就好了 其实我宁愿他永远也好不了 因为这样 你就能陪着我了 许彤彤笑了笑 我答应你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目标都实现了 我就带着你们一起归影 天天陪着你们 好不好 叶浩轩握着他的小手疼惜地说 好 所以现在 我们还要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奋斗 我感觉好多了 明天就工作去 许彤彤靠在叶浩轩的怀里说 听话 多休息几天 叶浩轩辅着他的头发 不休息了 工作习惯了 现在感觉一天不工作 都浑身难受 对了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许彤彤问道 花红集团同意合作了 杨承杰做贼心虚 被我教训了一顿 就老实了 只是另外有合适制药 华夏药企等十几家制药集团叫嚣 这要把我们挤倒闭 他们已经有大动作了 下调了市面上药物的价格 比我们的定价还要低 可是他们的效果不好 而且伤肝肾 许彤彤说 话虽这么说 但是在老百姓的潜意识里 还是西药见效快 所以他们这样降价 会有一定的人选择西药 如果他们打算长时间晚 我们要做好准备 叶昊宣道 这些混蛋 许彤彤咬牙切齿地说 放心吧 会有办法的 他们都是商人 商人逐利 虽然价格降下来了 但是我相信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利润少了 我不相信这里面没有一点猫腻 等几天吧 说不定他们这一次就是玩火自焚呢 叶昊宣笑道 美颜国际总部 由于这几天 许彤彤受伤 叶昊宣又是一个门外汉 所以长几制药的事情 萧海妹也着手处理 叶昊宣来到她办公的时候 她刚翻完了一份市场调查报告 我刚刚看了一下制药市场报告 发现市面上的药物 大部分都降价了 而且有很多打着特效药的新药流向市面上 看来那些人这一次是要挤长挤 往死里挤啊 萧海妹说道 我看看 叶昊宣拿过萧海妹手中的报告看了起来 只见合适制药的感冒 胶囊原价16 9 限价6 9 速效救星丸爆降一半的价格 基本上只要是叶昊宣最近推出的中成药所针对的病 这些相对应的药物都有所降价 另外还有一系列新包装的药物上市 这些药打着特效处方药的口号流向市场 他们是急眼了 如果再不降价 我推出的那十几款中成药很快就能占据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到时候他们哭都哭不出来 他们这是在打价格战 叶昊宣冷笑一声 把手中的报告丢到了桌子上 可是不能否认他们这一招非常管用 中成药刚刚推出去的几天 销量非常好 但是现在销量缩水一半 一来是这种药能把大部分的病治愈 患者后期不需要再服用这种药维持 市场饱和 再者就是这些要起降价造成的冲击 萧海妹分析说 你说的不错 看来得好好的想想办法了 价格方面 我倒不担心 他们这样利润压缩到很低了 让这些人拱手让出利润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所以 他们持续不了多久 他们的目的是要挤跨我们 可是如果场景真的那么容易被击垮了 那我费尽心机准备这么久 岂不是白费了 叶浩轩笑道 对 我们现在担心的应该是他们用别的方法 进行不正当竞争 萧海妹点点头道 就像是医院的医闹一样 冰来降荡 水来涂掩 总会有办法的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我知道 这点小事肯定难不倒你的 彤彤没事吧 萧海妹站了起来 双臂还住叶浩轩的手臂道 没事了 我想让他再休息休息 他自从接手长级以后 一直在忙 叶浩轩道 现在知道心疼了 萧海妹白了他一眼 我一直都很心疼你们 叶浩轩笑道 今天晚上陪我 萧海妹附在耳边道 这个 恐怕不行 若曦的小姑生了双胞胎 现在百天 我得过去表示表示 叶浩轩苦笑道 恩恩 郑公娘娘的事事大事 人家一个小的 可不敢和郑公娘娘争宠 萧海妹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明天晚上洗干净等着 叶浩轩在他丰满翘起的地方 拍了一巴掌 然后扬长而去 陈英的一对儿女 已经百天了 两个宝宝虽然是双生儿 但是个头够足 生下来的那晚上 哭声嘹亮 身体非常的健康 由于经常服用 叶浩轩的养生方子 产后的陈英身体很健康 奶水也很足 这天晚上儿女百天 夫妇两人在地井宫设宴 宴请亲朋好友